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柯文哲手中的兩億前客 呼之欲出了嗎 鎖定二零二四選戰論壇 追蹤內幕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都說東北有三保 而現在的中國有新三潮 也就是倒閉 裁員跟失業潮 在中國的社交平臺上 出現了不少年輕人自拍影片 講述著自己失業 或者是被裁員的經歷 還有就是討論工作到底有多難找 我們先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我有在各個招聘的軟件平台 去投遞我的簡歷 投了非常多吧 很不誇張 投了400多份 但前期沒有公司撈我 投了300多份簡歷 只有4家公司約我面試 好消息是其中3家拿了offer 壞消息是工資低得一塌糊塗 連我之前工資的70%都不到 而且在面試的過程中 我就可以直接判斷 一旦去了這些公司 都是要亡命加班的 每天刷新我的簡歷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用處 全部都失真大愛 要麼是已讀不回 要麼是根本就不看消息 我完全都不知道怎麼辦 節目一開始 我們看到的影片裡面說 投了300份400份履歷的 不算最誇張的 有一名男子在網路上抱怨 說他失業5個月了 在線上足足投了8000多份的履歷 面試了27間公司 但是都沒有被錄取 目前上海網路公司 招聘應屆研究生 IT從業人員 月薪是一萬二十人民幣 應屆大學畢業生是八千到一萬 而從事醫療跟金融行業的大學生 則是五到六千 像這樣子的數字 相當於三年前的百分之三十而已 那麼中國金融體系 就暴露在房地產泡沫化 還有地方政府債務的問題危機之外 外資又在撤離 名氣又不願意投資 中國的經濟在這樣的狀況下 還能活起來嗎 我們要臨陷給台灣智庫副執行長 董思琦老師 請問老師您如何解讀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中國新三朝 它可能會出現什麼效應 還有官方現在有什麼舊經濟的方法 成效又如何呢 在這一波的這個返鄉潮之中 許多人也開始在討論 怎麼會出現現在這個狀況 那事實上中共這個官方並不是沒有來做 這一個類似的這一個回應 甚至是包括這個民企二十五條 就是要振興這個民間企業的這些方案 然後還有同時想要去維持好的這個國內外的 這個局勢 這個中國官方是不斷的在努力 但現在看起來成果有限 那最重要的原因還是 這一個在COVID-19清零之後 這個國際外資的這個投資不斷的出走 那同時政治的不確定性 和這個不穩定性 大幅增高狀況之下 那中國的這個經濟的動能 這個外面注入的活水減少 那同時內部又遇到了這一個 不動產房地產業者的倒閉的這個風潮 那導致這個地方財政的困難 那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對於內部的 這個維穩是越來越重視 那同時也開始希望能夠用更集體性的方法 能夠來讓這個中國的經濟能夠有持續 往好的方面去發展 但是最重要一點還是 如何能夠確保真的民營企業能夠活絡 那同時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外國人 外國投資者對於中國的信心 那我想這個外資的加入 或者是說這個經濟活水的這個出現 可能是未來中國經濟是否能夠 止跌回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的部分 關鍵的人物福大牛 英國美日電訊報十年前就把他稱為 跟中國關係最牛的外國人 這名字怎麼來的 其實他的本名叫丹尼爾 是一名英國商人 他自己在社交媒體上 為自己取了福大牛這麼一個中文名 但真的牛的原因是因為他是習近平的妹妹 習安安的女兒吳雅寧的丈夫 福大牛他過去曾經在上海的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BM工作 2005年到北京的跨國公司 北電網路工作 那麼之後就跟他的太太吳雅寧 一起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慈善基金會工作 據說生活是滿低調 樸實的 也看不出來是有錢人 但是去年福大牛突然就出現在公眾的事件裡了 因為一家處境艱難的 美國新創電動車廠菲斯克 宣布要在上海建立經銷中心 而且任命福大牛作為中國董事會的成員 那現在歐洲就很不滿 中國對電動車產業的高額補貼 批評中國把過剩的產能傾銷到國際市場 但是習近平家族又在這個產業裡頭 直接參與了產業的擴張 又從補貼跟建造新廠當中獲利 所以習近平家族跟歐盟的利益跟價值能夠平衡嗎 專家認為下個月要舉行的歐中峰會 恐怕會遭遇嚴寒了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福大牛作為中國電動車產業裡的人 卻直接參與這個產業擴張獲利 繼續請教董思琦老師 就您的瞭解 習近平的這名外甥女吳雅寧 還有他的外甥女婿福大牛 在中國電動車的產業裡頭是如何穿梭的 那福大牛的角色是扮演門神嗎 事實上他被英國媒體譽為是最牛的外國人 因為他跟習近平的外甥女結婚之後 看起來好像開始慢慢的 也對於電動車的行業有所去投入 特別是他現在投身的這個菲斯科 菲斯科這樣的一個電動車行業 事實上他雖然是美商 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技術領先 或者是說有一個比較市場大份額的 這個電動車的廠商 他是一個新創的廠商 但是看起來是中國政府有意去扶植他來抵抗 還對抗特斯拉在這個技術領先 或者是說市場上面占有率的 一個被選定的這樣子的一個公司 而透過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也再一次證實在中國就是有關係 就是沒關係 那即便不是相關領域出身 但是因為這一個是在太子黨的這一塊上面 就是習近平的這個惡解習安安 這個相關的這個領域之中 有這個人脈的關係 所以導致的一個原本的名副見經傳 甚至也不是在業界的人物 可以透過這樣子跟習近平家族的連結之後 現在彷彿變成了一個電動車的新櫃 那許多人也會開始去討論說要怎麼樣跟他來去做一些這個討論 那事實上這也反映出中國共產黨 在這個所謂的他們在自詩的中國式的這個經濟的模式裡面 事實上關係人脈還是非常重要 同時會被選定作為某一種產業能夠去推動 謝謝董思琦老師的說明 不過中國現在除了經濟有問題 人民的健康方面也有一個大問題 因為最近梅江峻病例激增 從北方向華東地區蔓延了 醫院擠滿了求診的民眾 而且當中有很多都是兒童 很多地方的學校都因為生病發燒的孩子太多了 紛紛宣布停課 像在北京的醫院呢 平均每天接診就超過七千人次 還有天津的兒童醫院一天的接診量 更是超過了一萬兩千人次 那麼相較於中國根據疾病管制署的統計 臺灣這近四周合約實驗是分離呼吸道病原體 其中比較多的是流感病毒大約百分之三十二 其次是腺病毒的百分之二十六 腹流感病毒百分之十四 那麼另外還有呼吸道融合病毒 還有新冠病毒等等 而透過林口長庚醫學中心的資料 則是顯示國內梅漿菌在呼吸道病原的占餅 僅僅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現在呢可以說是低度流行 不過梅漿菌跟一般肺炎相比 他的症狀比較輕微 但是病程卻比較久 所以就被稱為會走路的肺炎 那由於臺灣梅漿菌的流行期 通常會比中國慢上兩到三個月 所以專家推估可能農曆春節會是臺灣的一波疫情時間點 不過雖然是低度流行 現在臺灣還是有一些零星的個案 像藝人可蘭的十歲兒子就因為感染了抗藥性梅漿菌肺炎 已經住院超過一個禮拜了 一直到他使用了多種抗生素才壓住病情 讓他感嘆說抗藥性梅漿菌真的很不好惹 而最近臺中校園也接獲了兩例通報的案件 所以疾管罗一鈞呼籲梅漿菌常年都是校園 常見的致病菌 但目前不必太過軒然 藝人可蘭兒子樂樂在病床上 看著朋友們寫的大卡片 因為距離他感染梅漿菌住院後 已經到第八天 使用多種抗生素 包含注射和口服藥一起治療 一度引發肺積水 直到最近才壓住病情 醫師碰上梅漿菌也有一定的治療 SOP 症狀比較輕微的 會先使用紅梅素或日出藥水治療 如果兩天還睡眠好轉 或是檢測出抗藥性比較高的菌株 再使用第二線藥物 撕還梅素 治療沒成效 在進階使用毀若瞳 梅漿菌是兒童社區型肺炎中 第二常見的治病員 被稱為會走路的肺炎 是因為得了肺炎後 還是可以有體力走路 只有少數才會演變成重症 國內個案也沒有明顯上升趨勢 醫師也提醒有病患一開始 還被誤診為腸胃型感冒 如果肝殼症狀超過一個禮拜以上 可能就是梅漿菌 治療過程也一定要完成抗生素療程 因為梅漿菌感染通常不會太嚴重 可是治療不完全就容易產生抗藥性 今天中文教授黃藏寶島 昨天節目中我們也提到梅漿菌的抗藥性 在中國已經接近百分之百了 而除了在新冠疫情之後 免疫負債的因素影響之下 這也是跟過去中國濫用抗菌藥物有關 過去中國衛生部就表示過抗生素毀掉了中國一袋 是全球抗生素濫用最嚴重的國家 資料顯示中國在2013年抗生素的總使用量 大約是十六點二萬噸 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是人用抗生素 那其餘的用於養殖業 中國每千人的抗生素日使用量是英國的五點七倍 也是美國的五點五倍之多 它的使用量就佔了世界的一半左右 而這些抗生素又通過各種的方式 進入水土環境當中 那之後環境中的抗生素又會循環 再次進入人體 還能夠產生耐藥性的超級細菌 使得一些疾病根本無藥可治 過去最著名的一個例子 就是中國女星李冰冰 曾經因為在澳洲高燒十六天 那因為在國外 是嚴格控制抗生素的應用 所以李冰冰最後回到中國治療 回到中國治療之後 變得狀況比較好了 很多人說是中國的醫術好 其實不是 是因為中國濫用抗生素 那休息一下 稍後要來關心政治問題了 勞工團體今天下午舉辦了公辦證件發表會 這也是繼上週登記參選之後 賴侯科的首度同場證件交鋒 稍後帶你關心 勞工團體今天下午舉辦了公辦證件發表會 這也是繼上週登記參選之後 賴侯科首度的同場證件交鋒 三個人完美錯開沒有見到面 但是在發表會場內是有火花的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左批賴清德 又打柯文哲奮力推銷自己的勞工政策牛肉 只是比較尷尬的是 最終活動現場的民調結果出爐 柯文哲拿下了六成七的認同度拔得頭籌 而用心舉辦了道具的侯友宜 只得到百分之十的認同度 大選登記後第五天 賴侯科首度同場出席公辦證件發表會 賴清德打頭證 勞團五大訴求 一一回應 講到超時還被按鈴三次 接著登場的侯友宜 夾著道具手板接力登台 圖卡背面小鈔喵啊喵 賴清德前腳才剛離開 侯友宜立刻火力全開 賴清德又喊出 太險歸零 其實是淪為口號 豬肉飯之子PK礦工之子 曾說自己比柯文哲還要早上班 侯友宜也自認他的勞退政策 比智商一五七的柯文哲更聰明 民眾黨在勞工的退休金條例裡面 提了一個個人提拨 個人等於是拨款進入到他的帳戶 那政府要補貼這個五千塊 所以民眾黨提的 我確實我覺得沒有用我們 為員工加薪的方式來減稅會更好 老公制度左批賴清德誘打柯文哲 但侯友宜的終身來台就業政策也面臨假殺 也不會說一二三門戶東開 第一位是賴清德先生是百分之二十一 然後第二位是侯友宜先生是百分之十 那第三位是柯文哲先生是百分之六十七 三個人使出渾身解數 最終線上投票結果出爐 道具滿滿的侯友宜肯定心有不甘 在發表會上賴清德也拍胸脯保證 說只要政府在 勞保基金絕對不會倒 而侯友宜則說 未來他當選總統任內基本工資 要提高到三萬三千元 而柯文哲則是說 勞保基金不會破產 除非中華民國先倒 要與勞工正在同陣線 得先問退休勞保年金 會不會只看得到 到最後領不到 未來我當總統 我只能會持續挹注公務預算 讓勞保基金可以存續以外 政府會負最後的責任 只要政府在 勞保基金就不會倒 勞保年金的改革 絕對要召開國事會議 在勞退薪制的提播率 到底要提播多少 要一併做一個討論 其實薪制在6%到底要不要更高 你說這個勞保會不會破產 除非中華民國倒閉 也不然為什麼會破產 但當前基本工資 儘管持續調漲 依舊面臨缺工大問 蔡英文總統把基本工資從兩萬零八塊 現在是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塊錢 我在當行政院長的第一個工作 也是幫公務人員加薪 帶動企業 有50%以上的企業跟著加薪 我能夠在任內裡面到 三萬三的基本工資 為最大的一個目標 只是改變了薪資環境 年金改革 仍是軍公教的夢魘 軍公教不連改 恐怕新進的軍公教人員 就已經領不到退休金 我在2007年當警政署長的時候 24年整個年功後都沒有調整 而且這個奉機表 對基層嚴警來講 很多的不公平 捍衛勞工權益 三方丟政策交鋒 不忘先許下 當選後諾言 新新聞謝謝劉薇婷 採訪報導 根據美麗寶電子報最新的民調 民進黨賴蕭佩 是以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的支持度 穩坐第一 但是國民黨的侯趙佩 現在也以三十一的支持度 緊追在後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就分析 過去民進黨在逆風期 都還有超過四成的得票率 所以賴清德勝選的 機率還是最高的 那賴清德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也信心滿滿地說 民眾還是最希望 民進黨來執政 您的副手蕭美琴 民眾給他說 他給你正面加分的 大概占百分之五十六% 才五十六而已 我想他至少九十分 打出九十分超高評價 賴清德對副手蕭美琴 贊喻有加 相信賴蕭佩初級 絕對沒問題 不管什麼時候做民調 哪一家公司做的民調 問民眾說 你最希望哪一個政黨來執政 第一名都是民進黨 三成多了 信心喊話 因為綠營近來 弥漫一股不安 在藍白破局後的幾份民調看來 侯兆沛逆勢而上 甚至和賴蕭佩 擠進誤差範圍內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儘管賴蕭佩 仍以百分之三十六點三的支持度 位居第一 但侯兆沛以百分之三十一緊咬 最後才是柯無配的百分之十八 國民黨內士氣大漲卻也不能高興的太早 資深媒體人黃偉漢認為賴清德能拿到百分之四十三起跳的得票率 慎選機率依然最高 原因是即便在二零零八年民進黨有陳水扁政治包袱 紅山軍 搜狗李眷爭議等等 沒能留住執政權 但謝長廷依舊拿了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五的選票 所以賴清德要比逆封期還低不太可能 現階段的藍白校長或許也只是因為慶祝行情 聯絡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才去進行藍白河 國家是不應該交給他們來帶領 賴消沛早就打擊位置 強先藍白起跑 設法突破四成支持天花板 要讓優勢一路衝到投票日 不過中國國台辦今天召開例行記者會 這也是我們的大選登記結束 撒喀都確認之後國台辦的第一場記者會 所以他就集中攻擊了民進黨政府總統參選人 賴清德跟蕭美琴 發言人陳兵華被問到的時候 他針對賴清德跟蕭美琴說賴消沛是毒毒配 臺毒的毒 說這將會毒害臺海和平穩定 聽到許多網友評論說 酸毒組合就是酸毒組合 這個毒是毒藥的毒 毒害的毒 民進黨推出這樣一種危險的毒毒配 只會毒害臺灣同胞利益扶持 毒害臺海和平穩定 毒害臺灣前途命運 除了說毒毒配有毒 還有像是賴消先後表達願意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吃飯跟推薦台灣美食 陳兵華也用別再自討美趣來回應了 而相較於對賴消配的火力全開 國台辦對於侯友宜的相關主張態度就大不同了 陳兵華是重提了中方的一貫立場 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 然後說願意與包括國民黨在內的臺灣有關政黨團體跟各界人士鞏固增進互信加強交流合作 不過來看到的是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日前自曝說有人開架兩億美元要他來當副手 近新聞昨天獨家報導這一名跟他開架的喬客前客就是一位余姓華僑 那柯文哲今天又在爆料說其實不是只有他啦 什麼余姓商人啦 紀將軍 魏先生都有 而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發言人戴玉文甚至說這不是空口說白話 因為民眾黨手上有通聯記錄 連名片都有 而國民黨也很清楚來源 自曝登記前有前客開架兩億美金當副手 前一句才說想翻頁 下一秒又管不住嘴 柯文哲口中的前客輪廓越來越清晰 餘性商人指的是一家貿易公司董事長 在華人圈頗有名氣 記者一度謠傳是季節的季 實際上也可能是季姓退役將軍 還有一名魏先生 被隱身的藍營從上到下冷處理 意外被牽扯的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則發出聲明稿 表示這位余先生未任職過中投公司 又中投公司 目前受黨產條例約制 並受黨產會監督 所有資產處分及現金支出 皆需經黨產會核准後方得進行 與余先生沒有任何業務往來行為 前客風波 柯振營擠牙膏事爆料 試圖搶回 空降話語權 柯文哲覺得大家不要活在他之前講話的 這個歷史當中了 但是很多人不願意放過 像是具有民眾黨籍的團購電商 網紅四八六先生 今年就到北檢去告發開架的人 說這涉犯了的條款 因為選拔法規定 這是可以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而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趙少康也呼籲柯文哲 說你既然要講 就負責任說清楚 而且他還強調說現在的國民黨一窮二白 所以開得出兩億元 這絕對跟國民黨無關 民眾黨中生黨員 團購電商網紅四八六先生不忍了 直接到北檢開籍 告發提出兩億美金 要柯文哲當副手的開架者 社飯捨贏阿燈條款 要柯文哲把話說清楚的 不只自家黨員 還有被影射的苦主 國民黨 趙少康打包票 不可能是藍營 畢竟選辦法規定 柯文哲可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綠營也幫忙 天柴火 柯文哲主席無論怎麼樣 他現在已經是中選會所認定的 這個總統候選人之一 如果他能夠把受到威脅利誘這件事情 說清楚 講明白 不要抱著一副很委屈的心態的話 我相信臺灣還是有法治的 會有人替他打逃公道 侯柯政治聯姻確定告吹 柯文哲風波卻沒有跟著畫下句點 柯文哲靠爆料 靠空戰搶了話題 但事實上 在登記那一天之後 黃金週末 照理來說 是候選人應該要火力全開 但是柯無配卻沒有公開的行程 媒體人黃偉翰就指出了 其實原本隔天二十五號 柯文哲是要替中二選區 嚴寬恆的造勢站臺的 但是因為藍白破局了 所以他就臨時被婉拒 不過在臺中第一選區 盧秀燕還是主導藍白河 只是藍營立委幫非綠站臺 就要特別小心 而且有被要求了 不能夠跟柯文哲同心 二十五號黃金週末 中二選區 嚴寬恆進總成立 藍營大咖齊聚 漢子兔子燕子合體 但媒體人黃偉翰爆料 原本柯文哲也要來站臺 柯文哲禮拜六當然有行程 他要去臺中幫嚴寬恆 但是嚴寬恆前一天 你已經就握去柯文哲站臺 總統藍白河不歡而散 站臺緊急喊咖 嚴寬恆坦言 在二十三號協商無果後 二十四號各自登記 當時氛圍緊張 雙方需要時間沉澱 但不影響他對柯主席的感謝之意 蔡壁如說要請你當那個總幹事 已經在臺書上面宣布了 謝謝 謝謝 只不過在臺中第一選區 盧秀燕人主導藍白河 蔡壁如十二月三號進總成立 藍營立委雖然會提早站臺 盧秀燕預計十點到場 而柯文哲晚半小時才抵達 也被要求必須保持安全距離 不能與柯同行 盧量避免說跟柯文哲同臺 因為如果他到的話 我們擔心說違反黨紀 那我們也希望說選舉過程當中 盧量避免少犯錯 在柯文哲主席到場之前 我們要離開 是因為我們希望這一場的主題 不要被模糊焦點 藍營幫緋旅站臺得小心翼翼 就怕一不小心違反黨紀 當中央跟地方立場不同調 也讓選情再填變數 台中報導 除了登記 隔天沒有行程 十二月如果攤開柯文哲 跟吳馨營的行程票 會發現他登記之後 五天行程都圍繞在臺北市 然後十二月的也很少有 大廠的造勢活動 所以國民黨立委謝伊鳳就說 藍營在這個兼臂青野之後 國民黨的支持者 確實不樂見柯文哲 到地方上去造勢 光電 風電 請按照正常程序發展 跟工商團體座談 在打執政黨中南部光電議題 柯文哲想爭取南臺灣選民支持 同時也還不放棄 幫國民黨立委參選人站臺 因為我們有十一個區域立委 我們有三十四個部分區域立委 所以可以做先做 至於說國民黨那些立委 如果最後有需要 到時候看情形再來處理 藍白分道揚鑣後 五天內柯文哲行程走不出台北市 即便使出渾身解數 也難以在中南部地區 生出大場面活動 十二月公開行程表 南部活動只有四場 其中兩場廟口開獎 其餘活動大多數集中在新竹以北 大場活動更是少之右手 民眾黨在高雄還有提第一選區的增益力啊 所以如果說柯P南部的行程少的話呢 那就要建議柯P不要中北侵南 都來高雄走走囉 藍白河破裂後基層組織歸隊 民眾黨地方組織動員本來就實力薄弱 加上藍營斷出的造勢禁科令 也在讓柯舉步維艱 對於國民黨在過程當中 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遭受的委屈 其實大家都看得見 那所以目前藍營的支持者 的確沒有樂見柯文哲主席來站台 選戰倒數四字頭 柯文哲還得努力突破 如何不變成家裡蹲的候選人 進行報導 好那民眾黨這個搭檔的 另外一個焦點話題 就是吳欣營 他到底還有沒有雙重國籍 吳欣營說已經放棄了 但是他沒有打算要提出文書證明 他說因為那是我跟美國政府之間的事 那柯文哲競選辦公室發言人戴宇文 今天說吳欣營都已經簽過 立法院的竊節書了 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立法院長游錫坤就說 的確吳欣營在就任立委的時候 是勾選了竊節書 但是由於立院是採取信任立委的立場 所以並沒有要求他要減負 放棄美國籍的證明書 也沒有實際的去查核 所以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就再次要求吳欣營 應該要主動出示放棄證明 這不是我覺得要對外公開的 這是我跟美國政府之間的事情 究竟有沒有放棄美國國籍 吳欣營始終不願意出示相關證明 對比藝人賴佩霞大動作PO出 立委要求他應該要更高標準 你擔任我們國家的立法委員 就職的那一天就必須出具放棄 其他國家國籍的證明文書 我們這邊當然尊重吳欣營委員 不過我想經過立委的選舉 這一次的這個中選會 也要繼續簽結這個竊節書來調查 我想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當過立委就等於完成 放棄美國籍程序嗎 也就是說吳欣營在就任立委時 只需勾選竊節書 並不用減負放棄證明書 而登記參選副總統時 需繳交授權同意書 讓中選會可含請外交系統查詢 依法續作候選人資格之審定 結果將在12月5號公布 但讓吳欣營很尷尬的 恐怕還有這個 跟侯友宜手牽手高舉雙臂喊動算 侯友宜左手邊這一位 是柯文哲副手吳欣營的舅舅 工商企業聯合會理事長徐顯榮 欣營要參選的時候 家族的人並不知情 您支持他這樣子的決定嗎 我們都不知道 目前我現在還在看 要怎樣在 看看上面的這個證明 柯吳佩正式成行後 吳欣營的一切持續被放大檢視 進行為林玉成 林嘉倩採訪報導 要放大檢視的還包括 臺北市金華城改建案的工程 容積率竟然高達百分之八百四十 民進黨市議員許淑華 持續追查發現二零二二年四月 柯文哲在任臺北市長時候的 最後一次都審會 都審委員名單大換血 不但出現了民眾黨的前秘書長張哲陽 更以疫情為理由 把上億元的改建案 用線上會議快速的排版過關 金華城改建將在二零二六年完工 不過卻遭到議員值 以容積率竟然高達百分之八百四十 混這麼高全都是因為一百一十一年四月二十八號 最後一場的督選會議 探開公文清楚寫著會議以視訊方式進行 金華城改建案關鍵的最後一次評委會 搭上疫情順風車 上億改建案線上拍板定案 就聯語會人員似乎也遭刻意安排 有意見的委員在最後那一次決議的時候 那些委員都被換掉 探開會議時程可以發現 由北市府督委會從二零二零年開始 先召開五次選查會議 二零二一年由督發局接手 召開四次督選會議 但就在最後一次的會議中 與會人員大換血 那其中有個外部委員的身份 也蠻特別的 他那個時候是他叫張哲陽 他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是民眾黨的這個秘書長 他是一個民眾黨的身份 居然來當外部委員 然後來審議這個案子 而且這個案子就這樣通過了 張哲陽有一定的這個專業背景 他擔任外部委員 是絕對合情合理的 受到課問者喜愛張哲陽 在柯市府任內 一路從停車管理工程處長 爬到交通局局長 再到北市府秘書長 二零一九年從北市府 辦理退休之後 還被柯文哲 招攬進民眾黨 擔任創黨第一任秘書長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號 突然離職 就這麼剛好 隔年四月二十八號擔任外部委員 參與了督選會 讓金華城改建 排版定案 北市都發局也澄清 委員在每年七月一號進行換屆 專業領選 並無刻意撤換 金華城改建 與柯文哲到底有無對價關系 民進黨市議員持續抽絲 撥剪 拉獎打科 放大檢視 金雄廣場的容積獎勵 爭議 現在被放大檢視 威京集團昨天發聲明 強調一切合法 但是專家們今天透露 爭議的關鍵就在於 金華城改建 並非為老 也不是都庚 所以為什麼會有所謂的容積獎勵呢 甚至有柯市府局處的官員私下直言 威京集團容積獎勵 申請根本與法無懼 根本矛頭指向了 當時都審會的主席 也就是時任臺北市副市長 彭震生 怒批他大開惡例 工程車進進出出 金華廣場趕工 平二零二六年正式開幕 從工廠改建百貨 如今蓋商辦 但容積獎勵 已再掀起爭議 雖然容積獎勵是委員會決議通過 但爭議關鍵就在當年 從工業區轉商業區 金華城拿了容積獎勵 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後來業者又主張 應該拿商三區容積獎勵 百分之五百六十 在科市府時期拍板通過 三年前 業者再度以都市計畫為由 主張建物符合智慧建築 綠建築等項目 要申請容積獎勵 再加百分之二十 還有百分之三十容積 移轉率是業者得掏錢買容積 算下來基礎容積率百分之五百六十 如今翻了一點五倍 容積率高達百分之八百四十 創史上最高 但其中暗藏玄機 科市府局處官員私下透露 精華城改建商辦並非為老 更不是都更何來的容積獎勵 業者頒出獨時計畫法 第二十四條 也就是所有權人可以變更細部計畫 只要都審會點頭就能通過 面對爭議 維京集團強調 一切依相關法令辦理 但知情官員不諱言 精華廣場容積獎勵 申請根本依法無懼 惡力一開 恐怕讓更多建商 藉此跟進 官員甚至把矛頭指向 當年都審會主席 也就是時任副市長 彭震生 精華廣場容積 正義有無不法就等監察院 進一步調查 近新聞 何坤元 採訪報導 台北市內湖區發生修殺案 一名朱姓男子 疑似因為吸毒缺錢花用 照親阿姨討錢不成 居然拿出水果刀 往對方身上猛刺 結果他的阿姨當場失去呼吸 心跳 送醫之後宣告故事 臺北市內湖區今天早上發生了一起凶殺案 三十七歲的朱姓凶嫌疑 疑似因為吸毒缺錢花用 找上了七十六歲的親阿姨藥錢 討錢不成 一氣之下 他居然拿出水果刀 當街就往阿姨的左胸連刺了好幾刀 警方初步調查 嫌犯至少刺了三刀 婦人當場就失去呼吸心跳 在送醫之後也宣告不治 但警發莊人之後 懷疑他的動機 並不只是藥錢這麼單純 還要再進一步深入追查 巷口突然傳出氣力慘叫聲 附近民眾全都跑出來查看 還有人拿出手機錄影存證 因為他們正在目擊一窗凶案現場 眼看情況已經失控 圍觀民眾立刻幫忙報警 不過婦人已經倒在地上 失去呼吸心跳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立刻進行急救 並將他臺上救護車緊急送醫 北市凶殺案發生在二十九號上午 接近十一點內湖區的一處小巷子 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警方初步調查後發現 三十七歲的朱姓凶嫌疑 疑似因為欺毒缺錢花用 早上七十六歲的彈性阿姨要錢 雙方應言不合爆發衝突 嫌犯竟然拿出水果刀 當街就往對方左胸連刺多刀 路過的蘇先生剛好有救護經驗 立刻幫忙做CPR要跟死神搶命 不過婦人送醫之後仍然宣告不治 男子一名即現場起貨水果刀一把 朱姓男子遲到殘忍 殺害親阿姨還待坐在路邊 警方莊人後懷疑動機並不單純 還要進一步深入追查 繼續追蹤這起內湖凶殺案 有毒品前科的這名朱姓嫌犯 對阿姨痛下殺手之後 居然把兇器丟在草叢 然後很離譜的事就坐在旁邊 翹腳抽煙 完全不顧阿姨已經奄奄一息 相當冷血 所以案發之後 就連嫌犯的母親都忍不住痛訴 說希望兒子能夠被省之以法 原來過去他就經常因為吸毒 惹事被逐出家門 是阿姨不忍心他流落在外 多次好心的給予他金錢資助 警方貨報發生砍人命案 緊急趕到現場 沒想到嫌犯竟若無其事 冷眼旁觀 當場將他以現刑犯上靠逮捕 回到案發當下 朱姓嫌犯對阿姨痛下殺手後 就把凶器丟在草叢 離譜的是他靜坐在一旁 翹腳抽煙 完全不顧阿姨已經奄奄一息行徑 相當鬆殘 對於這名朱姓嫌犯 鄰居其實都很有印象 三十七歲的他平常無業 與母親和阿姨同住社區大樓內 媽媽曾是某科技公司總經理 家境不錯 但沒想到嫌犯卻染上毒癮 屢勸不改 據瞭解 朱姓嫌犯因為長期吸毒精神狀況不佳 去年十一月還曾在家中縱火 讓母親感到相當頭痛 憤而將他煮出家門 但阿姨看著外甥有一餐 每一餐於心不忍 偶爾會提供金錢資助 卻也因此意外埋下殺雞 外甥要不到錢就狠心殺害阿姨 鄰居更透露彈性死者 其實是高中退休國文老師 當時正要出門 卻被外甥埋伏 尾隨砍殺不至身亡 被害家屬事後到場處理後事 怎麼也沒想到 看著長大疼愛有家的孩子 竟會變成冷血殺人兇手 是誰開價兩億美金 要說服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擔任副首 近新聞 昨天獨家揭露了一名 餘姓商人之後 柯文哲今天加碼 還有紀將軍有位先生 那柯文哲競選辦公室主任 周餘修今天在節目中 特別說明了來龍去脈 還有很多人好奇 資深媒體人趙少康 到底為什麼會同意 擔任侯友誼副首 他自己說是要報恩 而國民黨智庫執行長柯智恩 今天在節目中大報內幕